手機偷走 毛鱸邊員警帶人一個壓身體 一個拉腳 另外一個衝過來拉手 白衣男子被三名員警包圍壓制 在地上無法動彈 三名員警帶一人 讓白衣男子乖乖就范 他說這樣 他信用便利講 他不願意也是最後也是解 原來這名白衣男子是詐騙集團成員 一名被害人誤信投資穩賺獲利 一口氣投資500萬 事後發現不對勁 報警處理 警方巡線歹人 一查才知道 白衣男子竟然是一名跆拳國手 康信嫌犯自稱是跆拳道培訓國手 因發生將事故無法繼續受訓 誤入歧途 體格壯碩 康信男子原本是一名跆拳道培訓國手 而且斷數不低 意外發生車禍 腿傷退訓 也讓康信男子收入被影響 淪為詐騙車手 本案追毀現金80萬元 並查過虛假公司證件 除了康信男子遭袋 另外一名詐騙集團成員也落網 跆拳國手原本大好前途 誤入歧途 恐怕氣溜溜 九六關章 台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走在最前方的就是 陳姓主嫌涉嫌持刀殺人 背後的原因 竟然是情感糾紛 這起命案發生在8號凌晨 陳姓嫌犯和女友 因感情分捨問題 雙方各自找人來談判 約在台中市無期 大人路上一家KTV外頭 陳姓嫌犯竟遲到揮舞 造成18歲王姓男子 腹部背部穿刺傷 大量出血送醫急救後 宣告不治 另一名少年 手肘臀部刀傷 沒有生命危險 我們當下看到是打架而已 這應該十吧 十個喔 隔壁店家說 半夜看到十幾人在外頭打架 沒想到竟鬧出人命 案發後警方在五小時內 將六名嫌犯逮捕 也在陳姓祖嫌住出外的大牌 找到犯案用的兇刀 雙方一言不合 衍生肢體衝突 過程中陳姓祖嫌 拿出一場刀線 朝對方揮舞 六名嫌犯前遭移送法辦 男女朋友因感情問題 造成一死一傷令人不勝唏噓 記者揚聲王柏英台中市房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 嚇到大喊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9月5日18時15分 台北市新域驅衝進路 57歲靈男與64歲菜男 疑似英偉小巷內行車糾紛 互不推讓引發口角 進而爆發肢體衝突 本分局將雙方均依照 涉嫌違反刑法 傷害罪嫌查處送犯 警方互報後到場 雙方已無肢體衝突 但兩人都有受傷 被協助治北夷就診 兩人都開力診斷證明 互相提出傷害告訴 都已經不是年輕人 還寫其方剛搶俠互毆 兩敗巨傷可能還得跑法院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來 打不拼 拼開 拼開 拼地拼廟前民眾公然拒賭 遠景逮到機會 衝下車抓人一個都別想跑 拼開 廟城前擺滿桌椅賭具 大家正開心 賭客看到警方全部傻眼 乖乖坐在椅子上 動斗不敢動 大批警方搜證 把一套套象棋收起來 準備帶回去分局 清查賭客身份 大部分都是當地人 竟然還有熟面孔 屢遭這個賭客 俠院報復 檢舉我們警方饒名 然後還說我們妨礙民眾参拜 等不死的指控 在8月23日 我們再次規劃一次的查信行動 爹爹人在彰化縣社頭鄉 鴻門巷土地公廟 這裡經常郵人拒賭 早在5月份警方就已經抓到16人 還不學乖 持續有民眾檢舉 8月底再次突擊 又呆了11人 兩次一共27人 依法送辦 兩個月前 遠景在廟裡為了抓劇毒 這翹二郎腿潰咖滑手機的畫面 被拍下遭到批評 儀態不佳 還被民眾指控亂開單 鬧出不小風波 現在成功糾正劇毒外風 還給地方一個寧靜 記者 陳尚陽 生李雲杰 彰化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嘆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